一千年前 创世众神之一鲍尔打败了黑暗精灵后不久 妻子贝斯特拉生下了奥丁 年轻的奥丁在父亲的教导下 学会了如何战斗 如何思考 如何统治 如何捍卫自己的梦想 但鲍尔却并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 要如何才能够铸造自己的梦 有一天 奥丁无意间走到了中庭 他发现这个地方虽然很美 但是泰国空旷缺少升级 于是奥丁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 就创造出了人类这个全新的种族 作为自己的梦想和遗赠 赋予了人类生命 这让鲍尔非常不满 虽然这个阿斯加德的神王 没有惩罚自己的儿子 也没有将他的所作所为抹去 但为了承接奥丁 为了发泄心装的怒火 鲍尔诅咒了所有凡人 将折磨和苦痛强加在人类身上 使他们在地球上生存的举步维艰 苦难不断 最后 阿斯加德的宿迪 冰箱巨人挑起了战争 但并不是鲍尔的对手 在战斗中 鲍尔看到一个逃逸的冰箱巨人 吹了上去 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等着他的是一位强大的魔法师 和一个一触即发的陷阱 等奥丁赶到时 鲍尔已经变成了一具活体血雕 在被风吹在之前 鲍尔告诉奥丁 他不会完全死去 而是和这些风雪融为的一体 只要奥丁能找到一个更强大的魔法师 就能让他重新复活 但奥丁并没有这么做 他回到了已经大获全身的军队 告诉阿斯加德众神鲍尔战斯 然后接替了众神之王的位置 此时 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依他自己所想重新建立了中庭 并消除了人类的诅咒 然而 每逢冬季寒风呼叫之时 他总能听到父亲灵魂的呼唤 提醒着他那个 竭尽全力想要遗忘的罪念 他知道 这并不是幻觉 鲍尔的灵魂影像出现在了奥丁面前 他告诉奥丁 命运之轮必将再次转动 他还要杀死一位父亲 如果奥丁想不再受到他的打扰 就要把那位父亲的儿子收养 悉心照料 事如即出 没有过多久 在一场和冰霜巨人的战斗中 奥丁杀死了一个冰霜巨人 然后远方跑来了这个冰霜巨人的孩子 这时 奥丁想起了鲍尔的预言 他收养了这个孩子 并把他视如即出 从那以后 他也没有再被鲍尔的声音纠缠 而这个孩子就是洛基 而那个杀死鲍尔的法师 就是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的洛基 凭借着不亚于奇异博士的魔法实力 他的魔法 伤到没有任何防范的鲍尔 并不是没有可能 洛基号称鬼迹之神 在杀死了鲍尔后 他又变换成了鲍尔的灵魂 用幻术魔法迷惑了心虚不宁的奥丁 因为洛基的身父 在洛基小的时候 总是打洛基 所以洛基对他只有恨 于是 他找到了幼年的自己 挑逐父亲去刺杀奥丁 这才有了奥丁杀死冰霜巨人的那一幕 幼年的洛基 也在正确的时期出现 成功地让奥丁收摇了自己 其实洛基的亲生父亲并没有死透 在奥丁和幼年洛基走后 洛基上去又给自己的父亲捕了一刀 这就是诸神残忍的特性 必须守恃其父 方能立身自我 然而 对凡然而言 这只是一个隐喻罢了 抑郁着 你必须走出父亲的影子 决定自己的人生 不再寻求他人的认可 才能成就自我